來比上快 欸 不是 沒有 這樣有了嗎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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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了嗎 有 我們正在看 欸 妳進來過來 OK 有了嗎 有啦 有啦 已經在直播了吧 因為我在發生什麼耶 我們來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國家離比較近 這個國家離我比較近 因為這個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 這個在你的北邊 我的北邊 我的北邊就是 妳先跟大家說一下 妳是哪裡來的 我是一代語人 妳是一代人 那我是台灣人 對 可是她不是台灣人 她是國際化的台灣人 所以不算 好啦 我們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這叫什麼名字啊 這個叫做Danish Fuel Danish Fuel 為什麼它要叫這個名字呢 因為它就是 Danish Fuel 可是我整個比較麻煩 反應 好那是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 為什麼要來做這件很奇怪的事情 不是很奇怪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外面就是今天天氣很熱啊 然後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這個 因為今天我們才剛熱騰的收到 從丹曼季來通 我知道從這個鏡頭 大家可能看不太 看到 OK 你看到這個很像什麼什麼香啊 我們說什麼炸蛋香 藥蛋香 那我們呢 剛剛已經把這個釘子先撬開了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官網上面呢 有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可是啊就是有很多人就覺得說 啊這個東西你怎麼賣那麼貴 是蛋藥香 喔蛋藥香 更新一下 欸很吵 對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特別來這邊 為大家開箱一下 好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非常有古老特色 其實味道很濃 很像那個 我外公啊以前 綠巨時代有沒有那個 那個什麼很古老的倉庫啊 公的採訪就是這種味道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打開之後呢 還有這個蛋藥香 喔不是啊這個 這叫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丹曼這邊來的收納櫃的 就有櫃的 好我也要跟大家 上面有寫喔不好意思 這個是上下開的櫃子 這個是上下開的櫃子 你可以在那邊放酒啊 隨便你要放手 也要跟大家證明一下 是剛剛Fedex親自從丹曼送到台灣來 不要給人家看我們的地址 好好好 因為你比較害羞 對我們比較害羞 對對對 對對對 自己網路上留言就好 對就好了 好來這個呢 有一個箱子 紙盒啦 Sorry 我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哇賽 然後我們先說我也是第一次開 還有我們的義大利朋友也是第一次開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日記 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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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一邊學中文 對一邊學中文 一邊學義大利文好不好 Calendario 然後 Really 對 對 反正 他們這邊就有一些照片 關於這個Fuil 這個Jerry Can的故事 因為 不好意思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Jerry Can呢是這個 看得到嗎 有清楚嗎 有人在線上嗎 是不是要跟我們的文州發揮一下 哈囉 幫我們按讚點分享 好我們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這個Jerry Can呢就是在德國 那個時候二戰的時候 他們呢大概有兩千一百萬個 這個叫什麼 汽油桶 那他們那個時候保存下來很多的汽油桶 散布在全歐洲各地 因為那時候二戰的過程 大家這個的供應量需求量很高 那這個丹麥的團隊呢 他們就把這個汽油桶 兩千一百多萬的汽油桶 收集起來做成一個置物櫃 那我們儲藏櫃 那我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一月也有一個美女 一月美女 從Denmark來的美女 可是每個月都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每個月都有美女 所以你們不用怕 都是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給大家稍微亮一下 所以他呢 每一個這個Jerry Can 這個產品的叫Jerry Can 他每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 除了他有這個很酷的 這個包裝 木箱之外 你看他 這個是二月 然後這個是 這就是 他的 這只是cover而已啦 那每一個月份呢 他有很酷的照片 這照片就是結合這個產品 然後搭配上復古風 還有當時二戰的一點那種 古老復古的風格的手邊商品 那為了讓大家更美化 還有一些美女 有沒有看到 超整 這邊也有寫一個 總統的東西 就關於這個Jerry Can 對 你看我剛才有跟大家提到 兩千一百萬個 我知道這裡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多啦 但是全歐洲不知道有多少的 排 不知道有多少堆這樣子的數量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跟大家分享了這個月曆 來跟大家看一下當時Jerry Can的使用情況 你可以看到這個軍人 德國軍人 德國軍人他正在把這個汽油倒進去他們的戰車 就是這樣子 收起來的 好 先收起來 給人家看賞品好不好 好 我們廢話不要太多 那我們稍微很快速的翻一下這個 很有質感 他這個真的很有質感 的這個應該是叫就是他的警戒 就是他的警戒 很漂亮 很漂亮 看不太看不下來了 我好喜歡他們的 design 真的喔 那我們趕快放一放 讓你趕快看好 因為我也還沒看過 他好像看不太到耶 是太低了 真的喔 沒關係那不然你們就是線上刷 好我們你就看得到 對 你們買你就看得到啊 對 好啦我們先給你們看 因為我們也非常的興奮 這麼酷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嗎 你看這個當時的現場 這樣很清楚嗎 這樣很清楚嗎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呢 從這張圖你可以明顯看到 這個後面 這個後面是 就是油車 就是裡面有很多的汽油 謝謝大家幫我們按讚 然後你會看到這些德國人 我估計應該都是德軍 有稍微看了一下了齁 他們呢 現在就是從這個油桶 油箱裡把油灌到 這每一個Jerry Can裡頭 然後呢 他們就會分別送到各個戰地 把油再灌進去每一台戰車裡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 一個商品 好 OK 那我們要來 看看這個Danish Brew 裡面怎麼樣 對 裡面就是這樣 對 還有這是包什麼東西 這個是保養 喔保養 哇你裝得真好 對 好來 這是一個保養霜 這邊有些Danish Brew 我先放旁邊 然後裡面 裡面好像沒東西了吧 好 終於了可以拿 終於了齁 這個很重要齁 這個叫做 看得到吧 鑰匙 所以沒有鑰匙 打不開了 打不開 所以不要把他們濃丟 好 我們小心拿出來 可以嗎 他有一點重欸 他有一點重 可是還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不用不用 好 出來了 就是這樣 這個馬布袋看起來有一點 複補感 對複補感 對複補感 Vintage Danish Brew 好我們來拆 Jerry Can 拆開 拆開 打開布袋 給你給你 這個深入事情 還是叫做歐裝人來用好了 沒有不用 那個蓋子 這個 我們把這個拆開 這樣 好 這樣吧 這樣比較看得到 好 好 好 這樣可以拆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拆 好 那我來啊 好啊來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對這個 這商品嗎 對 或者是對這個歷史背景 我 我看 我第一次看到 其實有一點喜歡的 因為覺得 喔 這個 有很多歷史 有很多故事的 一個商品 好漂亮喔 紅色了 天啊 好像每個月 都一樣不同的 也是 很漂亮耶 也是 然後你看 他這邊有寫 這個是在 2017年的 7月 對 你每一個都寫個 第二號 對 好了 好漂亮 好 我剛有說 沒有那個小包包 就打不開對不對 那你的小鑰匙 幫我扶一下 我要扶好 對對對 我們需要鑰匙 這邊有一些單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外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我剛給大家看那個歷史照片的地方 等一下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把它拉近一點 好 這裡看得出來嗎 就是剛剛照片有講到 這就是他們倒油的孔位 這真的有一種很神奇的感覺 因為剛看完那個歷史照片 你看這邊 還有附個小照片 給你看 這是他的品牌 你可以看到他是 Made in Denmark 好 他的材料也是原本的材料 可是他們就是做upcycling的 所以就 OK 好 那個東西還是真的 感謝我們的歐洲朋友他告訴我們分享 他們這個原料都是完全 都是他原本汽油桶的材質 然後上面再做加強把它保護 好 所以他全部都是原本的樣子 有好幾道工藝對不對 對 好幾道工藝 然後分別在四個工廠 四個不同的工廠做加工 可以在我們的目光網看到 對 你可以去目光網有很清楚的介紹之外 還有當 結合當時的影片 那時候的 就是 有配合當時一些照片跟一些影片 讓大家更了解 更能夠進入情境 好 那你看他這下面有做這四個小小的 好貼心喔 所以放在地上就不會把這個 它掛在牆上的時候 你會直接控訴到 對 掛在牆上的時候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前面 等一下 這是什麼 這邊是看不太到的 這個就是Berlino 就是一個 Word的公司 這個公司也是在意大利 然後 他們在不同的公司 對 所以我剛才有說 它是由四個不同的工廠一起分別 加工 對 做的 好 那我們來打開了 等一下打開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箱子沒有附的 有這個很可愛的鑰匙圈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很可愛 嗯 就是這樣 它上面有一些 那個Danishfield它的品牌 然後呢鑰匙 好買開囉 好 有一點好奇 我也 我是非常好奇 欸 有一點難開耶 欸 可以了 我剛剛才太激動了 其實很好滑 你看 就是這樣 再一次 因為很簡單 所以要做三次 有一個木頭的味道 好香啊 對 它這個其實是石木 這一片 它可以選 客人可以選 對 那個我們官網上有介紹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叫做 Certificate 看得到嗎 證書 非常可愛的一個證書 每一個Danishfield都有一個證書 對 對 很酷吧 然後它有一個Number 可是這個不要給人家看 有一個Number 然後這個Number 你可以查到它的故事 對 我給你看 謝謝各位 對 每一個我們來圓點 這邊有一個晶晶亮亮的 三個數字的號碼 都可以透過 身分證 它的官網 去查到這個 這個Jerican的故事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 因為每一個Jerican 我們講過了 是度一五二嗎 每一個都是獨一唷 對 絕對不會Jerican 所以每一個Jerican 就是它自己的故事 J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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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Jerican 好 對 然後呢 每一個Jerican都有附這個 螺絲 所以你就很方便 你可以把它鎖在那個 這邊 牆壁上 它每一個 這裡面都有孔 孔位 可能看不太大 有點緊面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釘子 這個螺絲 就是 放到這個洞 然後牆壁在這一邊 就可以鎖到那個牆壁裡 固定住 所以呢 它超好看 真的超好看 我們來給大家另外一個角度 我覺得它頭沒有什麼展示 所以你要把它把它往前 你看它側邊 因為我覺得它是 卡拉利桶 可是裡面還是有點橘橘的 真的耶 是橘橘的 可是其實是非常 就是真的是Ferrari的紅色啊 等一下 我找一個角度 給大家看一下 要不要點一下它的鏡頭 我來拿另外一個紅色的東西 比較 聚焦 我們把它放在牆壁上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呢 是在 在牆壁上掛起來 有點重 這樣的感覺 然後呢 打開 打開之後這上面還是可以放東西 這個 這個 先拿下來好了 嗯 我覺得要再放 好 這樣子顏色幾秒 有清楚嗎 有清楚嗎 對啊 貝拉釘在牆上 不會掉下來 它其實很穩 它其實真的很穩 我剛剛沒有鎖 客人可以在網路上看到 對 對 對的顏色 對 因為這裡光的關係 而且現在 旁邊有一個很大的窗戶 所以它有一點黃 光光進來 好 那我們看它上面的設計 它就是原本汽油筒 它就是有手把 所以其實它真的 還蠻獨特的 就是 而且你看得出來 它其實 看包看不看得到耶 它你看到這裡有些凹痕 這是 這是 其實這個 製錢 是不是 製錢 這是古物重製還是新品 這一個呢 其實應該說是古物重製啦 就是說 他們是從舊的 對 我們是這樣 我們有跟丹麥的原廠 討論過這件事情 他跟我們分享是說 這是二戰從1944年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在收集那兩千一百多萬個 這個Jerry Can 然後呢從那個時候 那個工廠就是一直有在製造 我們都是用使用過的酒桶 不是酒桶 對不起 想喝了 想喝了 氣油桶 不好意思 氣油桶 我們收集那些用過的氣油桶 然後 在它上面就是做這些整理 所以這些東西 不是為了做置物櫃而做的 而是它我們是拿那個 具有歷史性的氣油桶 還有就是都是原本那些工廠 然後基本上 如果你查這個Certificate 你就可以查 你拿到這個Certificate 裡面有那個Number 然後你可以查到 你的Jerry Can 是幾年的Jerry Can 所以基本上 這些Jerry Can 特別是為了Battlefield 所以就是為了War 然後 都有一個Being Test的感覺 所以 它的確是 因為它不是全新的東西 基本上 你都可以看得到一些凹痕 其實對啊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是有一點 然後這個Number 是連喝過的Number 每一個Jerry Can 有不同的一個Number 對 所以這個 所以他們 所以Danish Food 才可以查得到 Jerry Can 真正的那一年是哪一個 因為就是這個Number 就是連喝過的Number 可是 Danish Food 現在在做一個新的Program 為了你自己可以查得到 你的Jerry Can的故事 對 那其實在二戰的時候啊 這個歐洲 我剛有提到 歐洲的很多的地方 都布滿了這個汽油桶 但是 有人會說 那賣那麼多年了 應該都沒了吧 那事實上 還是就是 就是有一直在從原本的工廠 一直在出來 但是它都是 這件事情是確定 就是它都是由 二戰那個時候 做的那個汽油桶 保留下來 可是我們只做Vintage 那個不是新的 我們 對當然它不是新的 我們都是把那些汽油桶撿回來 不是我們啦 Sorry 更新 Danish Food 對 太遠了 可是我們 Mister Me也可以把你們 直接跟Danish Food聯絡 然後去了解 更了解 你自己 你拿到的商品 所以 當然 有一些年 比如說1949年的 那個Jerry Can 那個價錢 有一點 貴 有點比較貴 大概 對 對 可是那個就是Limited Edition 的一個方式 因為1949年真的是 太久了 基本上這種東西 你真的要到1949年啊 依我的經驗 你可能要訂一班機票 然後飛到波蘭 波蘭呢 有一個地方叫做Ultries 你要走進去裡面 然後你會覺得很陰盛很恐怖 你才看得到1949年 而且你要透一片玻璃看得到 因為在博物館裡頭 是目不到看不到的 所以你真的印象 拿1949年 當年 二戰留下來的東西 可能價格是不是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的 價格不一樣的 其實1949年是不一樣的 可是不管怎麼樣 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是Second World War的Jerry Can 是因為 這個 這個就是 Second World War的時候 被想 就被 被 對 就被炒作 然後 這個Jerry Can 每一個 每一個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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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他們的戰鬥 所以美國人 也開始 每一個不同的國家的 艦隊 開始用這種的 設計 所以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就是在二戰當年的 蔡易里 就是非常紅的一個 對 也是紅 對 就是他讓我們 讓我們贏了這場戰爭 就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他在二戰的時候 是跟這個一樣這麼紅 所以我們今天 算是巧合 剛好選到這個 紅色的顏色 代表勝利 OK 那所以呢 如果 有沒有還有問題嗎 沒有 沒關係 那這樣太好了 代表我們說得很清楚 對啊 安信好不好 安信 我們都沒看到信信 什麼是信 信 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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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愛信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背後 我怕有人很好奇 欸那到底要怎麼掛在牆上 這邊有兩個洞 就是剛剛從裡面本來要給大家看 可是好像看不太到 你要透過這兩個洞 然後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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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得到嗎 很清楚 然後呢 這有 我們每一包都有附兩顆 兩個這個長長的螺絲 所以你可以從裡面 當然你要先把門打開 然後把它窗出來 有需要弄嗎 怎麼了 顏色不對嗎 對啊 因為其實它是本類的紅色 沒關係 如果你們 因為 其實 從這邊看到嗎 螺絲可以從這裡 穿進去 好 所以它其實你看 它留的這個螺絲其實是很長的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用擔心說 啊會不會不穩啊 其實都還蠻牢固的 然後也不會說 把這個漆 你也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把我白白漂亮的牆壁 都刮得紅紅的 不會 因為它都有這個四顆圓圓的這個軟墊 做一點支撐的距離 所以不會跟你的牆壁直接接觸到 好 好那我們 再給大家看一下 很性感的裡面有沒有 而且它這種彈藥箱裝的 我覺得超酷的 對 就是我們 我們來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很驚訝 這個 我們那個時候呢 我們的Fat Guys快遞 他們把這個東西送來的時候 他們把這個木箱寄來 我們大家就 那是 是不是送錯地方了啊 然後有點害怕裡面裝了什麼東西 大家好 然後我們也有另外一個賞瓶 它可以這樣打開 側開 側開 對 對 這個是從上面往下 這個特別是酒 酒 很適合放酒 對 另外一個是 夏天嗎 對 它叫做unisex 因為你把它放在比如說 呃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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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要進去浴室那個地方 對對對 那邊非常適合 然後我覺得 你 你 那可以看 這是要多啦 剛剛好 然後這邊可以放酒杯 這樣子 那其實在什麼樣的場合 會需要這個東西啊 酒吧 酒吧 或是 private home 看你的房子多特別啊 如果說人家屬於那種比較工業 輕工業風格的話 其實這樣還蠻酷 那我們有很多的顏色 如果你不想要那麼鮮豔的顏色 我最喜歡的是那個copper OK 不同色的 對 非常好看 對那種就很好搭的顏色 那其實也可以 你看它 它這個很穩 這邊 所以其實酒杯也可以放在這邊 那是因為我們給人家放在那個 對 那你釘在牆壁的時候 它全部很穩了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了 就是可以放杯子 對 那這個呢 是由剛剛 Gamma Rosa有提到 它是由上往下嘛 那我們另外一個是可以從 就是 側邊開 那側邊開的時候呢 它的鏡子就是在門 我記得是嗎 對不對 對對對 在門上面 所以它就變得功能更大 比方說你要 你要舒適啊 要化妝就會很好使用 基本上你也可以放你的 你的迷迷 把你的迷迷放在裡面啊 就關起來拿走 拜拜 欸我迷迷沒問題 可是還是很方便吧 還是很方便吧 跑步啊 對 所以 其實 對 因為有時候酒會放裡面 小朋友不讓他拿到 對 也是 對 而且你又掛槽比較高 媽媽有小朋友就像這個 沒有小朋友就放酒好了 呵呵 對對對 好 那我們 還有沒有問題呢 我來 好吧 好吧 看起來 有問題 再給我們說 然後 背後還有什麼 背後 背後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保養的 保養這個 表面 所以他有附一條這樣子的膏 其實還蠻貼心的 是為了木頭還是為了外面 對 對 不喝 他說 不要喝這個 好不好 不可以喝 好 Apply and let sit for 15 minutes 好像是外面 對 所以他是 這個外面 這個鐵殼的部分 也是 Boot Oil 所以這個 對 兩邊都可以 所以這個呢 你可以擦 對它保養油 對 可以擦在這個的表面 或者是 鐵屬表面 木頭的表面 木頭的表面 對 對 雖然其實它應該還蠻好 就是其實你不用太想保養 但應該還是會是 因為它很美啊 很好的狀態 可是沒有 對 對 好酷 就是什麼特別 其實 Mr.Me最近拿到的商品 都是這麼特別 對 趕快去看我們的 我們每個月都有 非常多的新品上架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東西啊 我們 我的意思是說 就像這樣子這麼獨特的 就是在台灣 其他地方可能 比較早不太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 都是我們在台灣做獨家代理的 那我們Mr.Me呢 就是主要就是 要跟大家分享這麼特別的東西 那我們在世界各地 都有不同的選品師 各不同國籍的選品師 他們真的很辛苦 我們雖然都坐在裡面吹冷氣 可是我們其實也很辛苦 因為我們每天都很多很可愛的粉絲 每天跟我們交朋友 跟我們聊天 那我們為了呢 要大家跟我們接近我們 所以我們之後呢 會透過很多的直播機會 跟大家分享 這麼酷的東西 所以大家有問題可以問你們嗎 有東西可以問 然後呢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 就 MISS ME 第一次 跟大家先說再見 然後 就是請記得要隨時追蹤我們 對 安飯 分享 分享 好囉 拜拜 肚子餓 拜拜 去吃飯 去吃飯 我们下期再见